百岁老人3418位 长寿秘诀大总结 最新官方数据显示 上海百岁的以上老人 有3418名 其中百岁夫妻有4对 这个数据给了我们非常大的鼓舞 看完所有媒体的采访报道 总结发现他们有7大特点 特别是最后一条 看完对我们很有启发 所以大家一定要点赞收藏好 首先第一点就是每天乐呵呵的心态 让自己快乐情绪平和 对人对自己都有好处 如果家庭成员关系紧张 氛围压抑 老师情绪不好 产生严重的健康问题 不可能长寿 老话说难得糊涂 有舍才有得 第二这些老人饮食上 大多以粗粮为主 红薯穀物等等 杂粮粗粮富含膳食纤维 有利于代谢和肠道的健康 第三牛奶鸡蛋鱼肉 也是老熟学们常吃的食物 和穀物搭配实现营养均衡 也是和中国居民膳食指南一致的 四有爱好 很多百岁老人坚持读书看报 绘画书法打牌下棋什么的 有个爱好很重要 说明对周围的事物仍然保持好奇心 第五保持运动 生命在于运动 这些老人大多有适合自己的运动方式 走一走 甩甩手 拍打拍打 八段紧什么的 对身体确实有好处 第六生活有规律 这肯定是老年人的标配 建议大家不要到了老了才开始 早开始早收益 熬夜每天看手机到深夜 容易内分泌出现问题 伤身体 拉低自己的免疫力 早睡早起是长寿的前提 第七这一点非常重要 他们的家人也反映了这一点 那就是健康问题 要及时的去医院 及时就医 不要把小病拖成大问题 定期体检很重要 把疾病对身体的伤害降到最低 才能长寿 百岁人生将不再遥不可及 您做好准备了吗 这长寿的七大总结 今天我就分享到这里 大家记得点赞 收藏 转发 同时记得 一定要关注我 因为我的视频 有非常多的方法 也许未来 会给大家提供非常具体的帮助 咱们明天见